神造自己心相 按自己要寻造了望这个人 神将生命知己吹 我们最细的的信息就是建造造会的世奉 那就目了的一篇可以说总括你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世奉 如果是建造造会的世奉 必定是供应生命的世奉 如果我们的事分不能供应生命 你在建造造会的这个事分里 就很难有份 所以我们在座 台湾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在 这一个事分里面 来建造造会的事分 我们真正能够供应生命 那关于这一个 这些点 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宝贝 并且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 那特别开口的两个点 我先和弟兄姊妹交通 第一个点 它非常强烈 绝对斩钉断片地告诉我们 你可能为着造会 为着主做很多的事 你以为是侍奉神 你成就了工作了 你也成就了 达到了某一些的目标 但是若是你那个侍奉 不是供应生命的话 神他说都不算数 他说你不是侍奉 你可能做很多的工作 神说这不是侍奉 并且呢 那一个是 那个是虚空的 是失败的 在神看 在人看 你好像很成功嘛 成就了很多 但是神说你是失败的 你是虚空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话 我们也常会听见 甚至我们也这样 来告诉别人 但是实际上 我们 就我来说我承认 还是不够 那样的强烈 对这件事啊 那样你看见 每一次 我们的事分 必须在生命里 我们释放生命 供应生命 如果不是这一个 你白干了 不是这一个 你的汗也是白流了 那这个 我们真的看这个道会 我们很少啊 实际上是很少 我们一直在这件事上 紧紧的连在这件事上 连在这个点上 比方说 我们明天就是主日聚会 我们有没有很厉害的 在主面上说 主啊我明天上午去 参加道会聚会 你让我在这里 给你一个试问 是供应生命 是释放生命 是分次生命 我如果没有分次生命 我就白去了 我到那里就好像 空空的 可能讲得很好 可能也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在你看 那个都不算数了 我们有没有这么强力 来告诉自己啊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求主联名啊 让我们越过 越看得很强力 这样的认识 对 所以 我们任何这个目标 任何一个目标 这个清神的 这个特会 服侍的弟兄姊妹 有没有看见 主啊 这些服侍 就是把你的生命 供应这些清神的 弟兄姊妹 如果人来了 我在那里有任 我也接待了 我也开车带了 弟兄姊妹做 或者满了 做很多的事 到底 我有没有 给人生命的供应呢 如果没有的话 再算干 你白干了 那白干 既然在那 我就不干了吧 那当然就不好了 那当然就不好了 神越要你 看越要你 奔着你生命 使法生命 奔着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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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今天 照会生活 花脸 满的不了 接待啊 各种的 这个活动 各种的责任 各种的负担 这些 哪一个不好 都很好 但是 我们需要 紧紧的 连于这一个点上 每一次的活动 每一次的配搭 每一次的有份 都应该 我这一个人 是 是 供应生命 是 那这一个点 我们 都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常常会 会忘记了 他呢 不是那么重看 不是那么看重 求主今天早晨啊 让我们每一位 都在这里 非常强烈在主面前 接受这一个挑战 主耶稣啊 让我们每一次摸这个事分 我必定是要供应神明 他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可能 在这里 以为 光是这个生言 才是供应生命 或者是 这个长老们 在那安排一些事情 好像那个 就不是供应生命 那如果我是一个 在这个 这个车辆服事上 把人 把人 带到某一个地方去聚会 或者什么 那个就不是供应生命 他说 告诉我们 这是错 只要 摸着造会 里面的事分 都应该供应生命 都应该 借着供应生命 把人建造在造会里面 这个是绝对 而不是可以相对 必须我们是供应生命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那到底这样 那我有没有供应了生命呢 我怎么知道 我供应了生命呢 这一个 在实际上 怎样有 怎样的情形啊 这个我们个人 就不一定太了解了 有的时候 不一定太了解 对自己 到底我这个事分 有没有供应生命 对别人 在那里 服事造会 有没有供应生命 这个需要 常常摸这个事 常常注意这个事 常常在这样的事上 能够流心 他越来越来 他就越了解 什么是供应生命 有没有供应生命 有没有供应生命 他就告诉我们 一切的东西啊 都是凭借 但是供应生命 才是那个目的 那么这个凭借 竟然是凭借 凭借 意思就是 它 它是为了某一下的目的嘛 凭借就是 好像你坐车 这个车是一个凭借 带你到一个地方 那每一件事 你再来做 是一个凭借 为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 让我把生命供应给别人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要看 每一个 在有外在的这些活动里面 都是为了把内在的看不见 而实际的生命啊 来供应别人 那到底有没有 把生命供应别人 你只要注意注意注意 你慢慢的 越来越清楚 有的他讲生命 必须有生命 有的不讲生命 他是个满了生命 有的又讲生命 又有生命 有的又不讲生命 又没有生命 这里有四种 有四种经历 别人可能搞不清楚 我们自己的自己应该会了解 那经历的多了 我们就非常宝贝这个生命的供应 我们宝贝别人生命供应的那个十分 因为你一碰了他 你就里头 他被解活了 好像满足了 好像足很近了 好像这个人里面就有了力量了 因为他生命供应了你了 有的人他可能是大声讲话 像我这么大声 但是你摸到生命 那就不行了 所以每一个都看见 生命并不是假生命就是生命 也并不是假生命就没有生命 来说真有一个东西叫生命 那就是神圣的生命 那是永远的生命 那是灵里面所示范出来的那个生命 神圣的生命 今天造会如果把这样的生命 各个弟兄姊妹很自然地爱主了 很自然地追求主了 很自然地保费造会生活了 你就看着这个造会 这真是像 好像就像一个非常大的湖 湖泊这个大海 人就到这里来 真是很喜乐 如果弟兄姊妹来了 我们不是要保费什么好山好水 我们要保费这里满了生命 哈利路亚 这两点真盼望 我们大家一定要突破了 所以刚刚那个弟兄 哪一位就提得很清楚 这里说啊 关乎生命 第一是拥有生命 第二经历生命 第二第三呢 就是分次生命 或者是供应生命 每一个人 我们得救了都拥有生命了 都拥有生命 但是第二 我们还要能够 让那个生命啊 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经历 经历就是 他这个经历不是说 我去年经历的生命了 他说我现在正在这个经历当中 好像这个电管 灯管在这里 现在经历这个电 他这个电啊 他什么时候经历 他就发亮 什么时候不经历 他就不发亮 所以当他发亮的时候 他就是在那里 经历到这一个 也就是刚刚 这个郭迪恩 一直跟我强调了 我们葡萄树的树枝啊 就是住在这个树上 所以 他这个树 一直有枝僵来共鸣 一直有那个丰富 在那里喂养 顾到你的需要 所以你就一直在这种情形里 你就很自然的 就能够结果子了 所以 这里三部分 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要得救了 就是拥有了 但是你如果交通于这个生命 连于这位生命的灵 你就能够经历到这个生命 那你怎么知道经历呢 很清楚啊 你经历的人越多 你这个人好像车胎打气了 打毒了以后 就是里面 他可能很谦卑 但是里面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主力同在 充满了那个棺材 那个脸上 发挥出那个棺材来 因为神 那生命在你身上荣耀出来了 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盼望 达到这样的境地 那么当然 这一个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这里 一面也是常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我们在世奉里 但是一面也常常 从这里面断开来了 跟这个生命脱节了 所以我们 我们就要学一个 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断了 我们马上应该再回到神的面前 再享受主宝学来接近我们 好叫我们恢复跟祂的交通 一定要成了我们生活里面的超越 那么当然 像刚刚郭地元也提到 一个弟兄姊妹 如果常常参加这个成岛聚会 那的确是帮助我们 更多摸着神明 活在生命里 特别我们帮助他们 一同来示范我们的灵 享受主话里面的丰富 彼此好像供应了 彼此来这个 你烧我我烧你 你释放我我释放你 所以常常到了后来的时候 大家都久了 哎呀好像这个里头的天 是非常的开 非常的清明 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宝宝 盼望更多弟兄姊妹 能够在这样一种 你操练灵 活在这个负荷的灵里面 是 我们的神性 当然在那末聊 他在实际上 这个李弟兄也给你们看见 我们所以这个生命 和生命的流断开 基本的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天壤 我们的天壤 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己 我们的魂 在那里呀太强 太强 你不要看一个弟兄姊妹 好像很温柔 他的温柔也是那个强 也是强的表现 对神就不温柔了 对人给人温柔 我每一个人天壤的都是这样 所以主在我们里面 真是奋力 这个挣扎了 要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 如果我们向着主在那里有心 我们必须在环境里接受 我们这位灵在我们里面里带领 我们与这个灵合作 接受灵给我们环境里面 一切的带领 一事我所知 祂永不会说 一事我所做 要将祂得作 这个得作了就是得作生命了嘛 我们一生就是这样 结果借着环境 神也许碰到 叫我们碰到一件事 拍下 哼 把我们那个最强那一点 就打掉了 就破碎了 什么叫破碎 破碎不是叫你都变笨了 什么没有情感 也不喜欢 也不会笑了 也不会哭了 他不是 你这个人 你就自己笑 你什么都在你那个挤的操作底下 破碎是你那个挤 你这个魂只能做 领的那个气体 那个肢体来发表 领里面的那个生命 但是现在的魂呢 紧紧地被落在你这个挤的手里 你要你就非要 你不要 谁也动不了你 你爱了 神说那个不好 也非爱不好 就是你这个魂的生命 非常强 这个生命是要打掉 跟基督 经历基督的同时 结果你的魂 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用 非常 神所愿意来使用的 那个器官 就像我们的眼睛 身体上 身体没有 不是挤啊 没有挤啊 眼睛没有一个人 right hand 或什么 连爱 都是魂里面爱用他 魂要抢用这个身体 那今天灵 在用你这个人 他用你的思想 用你的情感 也用你的意志 什么时候主要用 你在神面前都是阿们 都是愿意接受他的使用 那个己 那个天壤 那个老我 那个东西啊 给神的十字架 破坏了 破碎了 所以这个刚强的时候 那就是刚刚弟兄 因为我也看了 就莫老一篇那个听超 就是Round弟兄讲 那个有很多点啊 很有灵感很不错 他也提到一点点历史 就是一些年前 李弟兄在训练的 因为他成全训练嘛 所以他有那个地位 找有的时候找几个弟兄 叫他们做见证 做了以后 李弟兄就平 他说这二十年三十年 弟兄 你一寸都没有长大 哎呀真是 真是很丢脸啊 一寸都没长大 你完全没有改变 也许李弟兄是见到这一个 要打碎一点点 不是吧 哦 主耶稣啊 求主怜悯我们 巴不得这一篇的末了旅结束 就是带我们 愿意 好像 经过了那么多篇 那么美好的启示 光照和带领 最末了啊 好像打一个结一样 打好了 主啊 我愿意一生一世 做一个生命的器皿 我做一个广大 我做一个广大 让你从我身上流过去 这一个是宇宙中最大的 一个头父啦 这位神 祂自己怎样 借助基督啊 能够涌流出来 也能够借助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这些的肢体啊 把它涌流 把它供应出去 耶稣 耶稣 全天真正在成就 做生命火象 盼地来现场 这一句是永久